美如花的小巧玲珑的女孩子 手脚健全 竟然是一个巨婴 而且你刚才说 工作没有经验 我们谁天生就有工作经验呢 不是慢慢工作起来就有了经验吗 而且你去工作以后 你们的爱情不是更完美吗 你想缔造 神圣的完美的爱情 我追我的白马王子 我宁愿同甘共苦 很显然你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如果今天他真的没有这份收入 需要你一起去工作 你干吗 你不可以啊 因为现在他愿意宠你啊 六千五千块钱的工资 宁愿全给你花 而且把你当女神哄着 越哄越出问题了小伙子啊 不能再哄了 你应该把他推出去 你认为这样的蛮不讲理是一种爱的话 这种爱会让你的男朋友发疯的 你等着 好的谢谢 这不就是好吃懒足啊 寄生虫嘛 来来来来 严老师 你的外表长得好不好看 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对你的男朋友来说 日子久了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皮囊里边的那个心 那个魂呢 你的全世界就只剩下他了是吗 是 那他不要你 你的世界就没有了 对 你这么漂亮的皮囊 你自己不珍惜啊 你觉得自己这么好看 就因为一个男人你就要放弃了 成长是你自己的事 你不成长 你就有一天被淘汰 不仅被他淘汰 还被生活淘汰 你渴望说 哎呀像电视剧里那样 我的男朋友 什么弄一个大横幅来追求我 大楼的LED屏写 我爱你 你有什么让人家这样值得追求呢 你看到那些电视剧里边的女主角 被那样追求 是因为人家要么贤良输得 要不然能干 要不然博爱 要不然肯付出 人家身上都有闪光点 绝对不是一张脸 而况咱的脸也没有那么倾国倾城 所以我们自己没有值得对方去爱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被淘汰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是闪光的 自然有人会欣赏你啊 自然有人愿意追求你啊 自然愿意有人下了班很累 回家看到我的伴侣 就会满脸都是笑容 因为他给我准备了一桌子可口的饭 因为他关心了我 因为他对我有所付出 因为他体贴 你总得有个原因吗 就因为好看啊 所以你得好好修炼自己 否则以后你的人生得多可怜啊 所以赶紧成长吧 你真的不是女神啊 也不能在这儿小公主 更不能做个寄生虫 哎呀 男生你也是够呛啊 当初觉得人家可可爱爱的 像个公主一样 使劲追到手了 就像玩玩具一样 小朋友新鲜意识 觉得哎呀 这个玩具太金贵了 哎呀 我还得给他买衣裳 哎呀 我还得看看他今天开不开心 好累呀 那你追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你喜欢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你没有责任吗 你不要承担他现在如此颓废颓的后果吗 所以我倒真觉得你们应该分开 分开是对你们都好 分开也是对你们都是成长 谢谢 谢谢杨老师 哎 刚才编导说你腿受伤了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上节目之前 他自己搬出去住了 然后有一天走蛇下楼梯就摔了 我就摔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就拍了照片发给他 就以前我就是切菜不小心切的手 他就送我上医院 我拍了发给他 他回了我一个省略号 他就没有回过我了 行 男生烦了嘛 来 曲总 关爱不能宠坏 把一个人宠得胡闹的话 那不是爱 那是害 的确你长得是不难看 但你知道多少夸奖你的人 背后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男生可能是一时涂你的帽 但是你的帽是贬值的 如果你仅仅是有帽的话 你的价值会越来越低 你再用化妆品 你再去保养自己 你的容貌也是一天一天衰老的 而这个男生若看中的是你最鲜艳的时候 那未来你枯萎的时候怎么办 哦 你以为管住他 一有问题就拉大横幅向你认错 就真能绑住一个人吗 先爱好自己 你不要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就是一切了 就能变成生产力了 错了 连工作都不会的人 不能自食其他人 怎么配得到别人的爱呢 如果到哪儿你都跟人家说 你看我长得漂亮 你应该给我打折 你看我长得漂亮 你应该对我好 你看我长得漂亮 你应该供着我 让人家笑话呀 饭店老板为什么给你打折 他可能就是觉得你好玩 逗你玩呢 但是任何人逗你玩都没关系 如果是一个你认为爱你的人 逗你玩那就会出现大问题 他对你的不是爱 就从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你居然女朋友为了你 和自己家人断绝来往 你是丝毫不为所动 他不懂事 而你不然啊 你应该作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你应该告诉他 这不对啊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去做了错事 你不加以阻止 你还推波助澜 你还不让他为所欲为 你真是害了他 趁早分开嘛 好吗 你跟他在一起时间越长 他越离不开你 你这是害他呢 他腿上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你漠然是知啊 你无所谓了已经 以前敢这么做吗 你不敢 你已经再变了 你不要害一个女孩太深了 好不好 赶紧分开 就这样 谢谢曲总 宁大老师 你爱钱吗 我 但是为什么你要的 他所有的都是要表现 用钱来衡量的 像LED的大屏幕 像工资一拿出来了 先去吃好的 弄好的 然后发朋友圈 也全是我过的 怎么样高大上的生活 你朋友圈里 为什么不是吃泡面 吃榨菜呀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朋友觉得 我生活落差太大 我跟他在一块 我吃了苦 我不想营造出这样的氛围 我想让我朋友 他们觉得我跟他在一块 我是很幸福的 你的朋友到你出租屋里 来跟你聚会 能不知道你自己住的是什么情况吗 你的朋友跟你一起认识了 你的男朋友 能不知道你男朋友是一个月收入五千的 一个普通的人吗 姑娘 他们应该也不在乎这些 他们就只在乎刷朋友圈 我觉得 我就想让自己看起来过得很好 就是过得很幸福 就是我们两个很恩爱 他爱我 我也爱他 为什么不工作 大家都在问你这个问题 我也想过要去工作 第一个是因为 他之前追我的时候 他的那些承诺 那些甜言蜜语 说的就是要养着我 宠着我 像公主一样捧着 然后后来他工作了 我知道他很辛苦 你就发工资那一天 不应该出去庆祝吗 我就把我觉得快乐的东西 分享给他 虽然花香事很大 但是我觉得那是很快乐的 很放松的 我想让他跟我一起体验 分享这份快乐 后来没有钱了吗 我们就吃差一点 没有关系 我也愿意 你这讲的最多是一个月 发生的事情 月月都怎么过的 月月都是他发工资了 你庆祝一下吗 是 我觉得他的这种爱 就是让我感觉到很不舒服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 他喜欢轰轰烈烈 你其实也喜欢啊 电视上演的是 大家小姐跑出来 跟你吃康宴菜 快快乐乐 但是你真实生活里头发现 大家小姐跑出来 跟你一起是 花掉你一个月的工资 剩下的日子 得29天吃康宴菜 扛不住了 自己想跑了 我真是不知道 你们这种扭曲的关系 存在下去 或者说当初发生 究竟是为了什么 小姑娘 我就只是明确地告诉你 这件事 你已经吃过很多苦了 在接下来 不在乎到社会上 去跌打滚爬 吃吃社会的苦 因为 你不肯在社会上吃苦 你会发现 你在一个男人面前 吃的苦头会远远更多 回到社会里去 从你的虚幻的梦里头 出来吧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都是活在朋友圈里的朋友 那一群朋友 让他们滚 谢谢米娜老师 姑娘你听明白吗 我明白 啥意思 就是 我现在要改变一下自己 你听懂什么意思了吧 不觉得我们两个多有错 你毕业不去工作 而且你振振有词 说她曾经承诺给我 承诺给你什么 你不害怕这种成果吗 害怕 离开她 记住了吗 负担不起 承担不了 一个正常的女性 大学毕业 不去工作 在家里面跟朋友喝酒 网聊 然后想尽各种办法 来做自己的男朋友 考验这个男人是不是爱她 她正常吗 正常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长得这么好看 我给你发一个朋友圈 你给我打折吧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认清现实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以前不知道我做那么多措施 因为你确实没有像今天在节目上面一上来就吐槽我那么多 你总是不说话 你一回家你就闷气也不可声 我只是想你开心一下 才会花你的工资带你去那些很贵的地方 我是想要轰轰烈烈的爱情 因为在年轻的世界里我们都应该去疯狂 但是你应该告诉我 应该告诉我 你压力很大 我告诉过你很多次 就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合适了 我们分分合合合多次了 就是如果再 还是再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这对年轻人做何选择吧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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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门